为什么中国男族连越南都提不过 但是工资却比女族高那么多 在刚结束的女族亚洲杯决赛上 铿枪玫瑰 史诗逆转 梦幻绝杀 夺得冠军 振奋人心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族 但这样激动人心的故事背后 却有一个让人寒心的现状 女族姑娘的收入有多少呢 我们来看看这张对比惨烈的战绩表 再来看看现实里男女族的薪资差距吧 男族工资之高是被发过现信令警告的 要求签约的年收入税前不能超过500万元 而女族呢 有业内人士说过 一般俱乐部主力的年薪在30万到50万 顶级球员的年薪才可以达到100万 个别精英球员的年收入是在200万元 这个数额相较于男族那可真的是差远了 你来看看这收入 再来看看这成绩 有网友就说了 这就像是家里边不受宠爱却懂得上进的姐姐 和被父母宠坏了却到处丢人现眼的弟弟 气人吗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更残酷的现实就是 放眼全世界 女族收入都不如男族 全世界女族年薪率最高的赫格贝里 一年的也就是290万人民币 还不如人塞罗一周的薪水 438万人民币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女族不赚钱 那为什么不赚钱呢 因为没人看 我们看一看足球运动员的收入都是从哪里来的 大家就能够明白了 以国家队女族的收入为例 主要是由三部分构成 俱乐部的工资奖金 体制内的工资 以及国家队的津贴 其中体制内工资和国家队的津贴都相对固定 真正让男女族之间拉开差距的是在俱乐部的奖金上 但是对于足球俱乐部来说 商业价值都主要是依赖于男族 不管是声誉广告赞助 都主要是由男族创造的 根据2021年6月 国际足联公布的全球女族调查报告显示 全世界70%的女族俱乐部都是在亏本赚吆喝 中国和日本的女族已经是非常优秀了 俱乐部的年均收入都能够超过100万美元 这其中50%以上的收入来自商业赞助代言费用 转播收入仅仅占世界女族球队收入的6% 女族联收入的18% 球队俱乐部是足球商业化的产物 只有球队被市场认可才有商业价值 而谁的商业价值高带来的商业利润自然就会更多 而女族姑娘们为什么收入低 就是因为没人看 一场北京国安的中超联赛上座率通常有4万人 而换到女族历史上官赛最多的一场上座人数不过15000人 更多的赛事看台上坐着的人不过几百人 2020年中超联赛累计收视人数是超过20亿 但女族联赛的数据才刚刚过1000万 女族比赛在很多观众的心里连5块钱都不止 这回和越南队比赛转播平台收费5块钱 很多人就骂骂咧咧退出群聊不看了 这不仅仅是中国女族存在的问题 全球女族的观看数据都很差 2018年男族世界杯有35.7亿人次收看 而次年的女族在单场的转播费只有男族十分之一的基础上 这个数字只有10亿 没人看就意味着不管通过门票转播还是赞助都挣不到钱 那女族收入就永远比不上男族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 中国已经是全世界在女族上投入最多的国家了 中国女族之所以能够拿出那么多的钱 其实是靠男族养的 因为中国族显得有强制规定 每支中超球队必须要配备一支女族队 才能够获得联赛的准路标准 此外呢俱乐部还必须保证女族队伍的资金投入 女超的俱乐部呢每年投入不得低于1500万元 不得高于3500万元 过去大家不看女族 是因为女族的观赏性不如男族 竞技类的比赛呢更多拼的是体能 这是女性天生的弱势 但是我们看女族看的仅仅是禁忌吗 不我们更在看一种精神 是我们在上半场被韩国队打进两球的情况之下 依然能够沉着的变换战术 下半场连追了三球 是门叫朱玉的一记神扑 是王小雪舍身堵枪眼 共筑起了一道人肉长城 我们看的是不服输的坚持的精神 女族的精神让这个之前嫌有人关注的比赛成了全民狂欢 而赛前就压住了女族的品牌商们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夺冠之后呢赞助商猛牛第一时间奖励了中国女族1000万现金 支付宝也给中国女族1300万元的奖金 其实呢早在2019年 支付宝就宣布拿出10亿要补贴中国女族10年 一年一个亿 以上的奖金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些品牌都收获了广泛的关注和点赞 但女族想要真正走的长远 还需要大家持续的关注 而不是像这次亚洲杯这样 四年一次的折服才等来着15分钟的狂欢 如果不是男族可能大家懂不太会注意到女族 甚至女族成了大家调侃男族的工具人 只有在嘲讽的时候才想到她的辉煌 就像王霜曾经写到的那样 什么时候你们支持女族的角度 不再是为了讽刺男族 什么时候你们支持 是能看到不仅在国家队中的我们 还有俱乐部其他踢球的女族球员们 给她们带来踢下去的意义 那么我们中国女族的未来 才会真正强大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